首先来看台湾岛内的消息 27号 蔡英文上任满百天 他选择应邀到李登辉基金会参加研讨会活动 但外界更关心的是 各家针对新当局做的白日民调出炉 林全跟蔡英文满意度都低于五成 对此 蔡英文在演讲时提到 相信自己的团队 不会用三个月下定论 上一秒还看着媒体 听到民调问题 蔡英文马上转头快步进场 施政满百这一天 蔡英文选择担任李登辉基金会嘉宾 同场登台 不知是不是灯光昏暗 演讲中间李登辉拿起了老花眼镜 才看得清讲稿一字一句 而民众看待新当局同样严格 上任100天各家民调出炉 满意度一直下滑 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 蔡英文的满意度低于五成 只有42% 至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 满意度更低 只有32% 而不满意度高达40% 这就是三个多月以来 新政府不断努力的事情 所以我们并不害怕争议 事实上争议可以帮助我们 面对问题的核心 说三个月下结论太早 蔡英文像是对民众信心喊话 但是与过去马英九级 沉水扁时期 施政100天满意度相比 蔡英文42%最低 马英九47%更高 520以来 我们确实遇到的许多 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 这些危机有的是 纯粹的意外 有些则是结构性的缺陷 不过我有信心 这些问题都可以 一项一项的被解决 放手让团队有更好的发挥 蔡英文强调 不会用三个月下定论 那么至于未来如何 和外界都在看